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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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感动的是 我觉得我的轩很懂事 他给爸爸洗脚 给爸爸擦脸 好棒哦 爸爸好爱你哦 然后他在 就是 途经这个森林的时候 他很勇敢 然后他不要爸爸牵 他自己往前走 我不要听的 我不用听的 很棒 就是他终于有下雪 然后也不怕 他原本是不敢下去 因为他觉得 因为他会怕里面有蛇 我不敢 很愿意下去的时候 我觉得他很勇敢 我觉得那个是 很棒的一件事情 后来我很感动的是 他说他忘记害怕 这件事情 罗姨回来 我问他 我说怎么样呢 我说什么是 你最不好的记忆 他说最不好的记忆 是我跟我爸爸分开 罗姨 罗姨 一会儿见谁 那你最好的记忆是什么 说 师公 我又找我爸爸的时候 辛苦 辛苦 这里 背背上了机课了一下 我走了 我走了特别长的时间 你都想我了吗 我想你 当然想你 爸爸当然想你 哎呦 这个我就想 我就想 我们才成功 我们的目标 你知道 就是我们要这样的 因为他俩跟我说 一模一样的 太高兴了 就是康康变得 会体贴人 也更加的大方热情了吧 接着他们那个录完了以后 回来 爸爸就马上就去拍戏了 后来他爸爸就喊 说大娟 爸爸要走了 快给爸爸说再见 就这样的 结果我们就去找他 我就看他在里面就哭 就是控制不了的那种哭 就是他就想到爸爸 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 其实是孩子在交给我们东西 好对不起再问一次 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一周时间没有发生的老公了 喝咖啡啊喝酒啊聊天啊 然后晚上看电影啊 我整个不会全部就待在家里面打电玩具 不开漫画 看产品 千岁 不约上好久没有联络的一些闺蜜 一起聚会一起玩 然后第二天想什么时候行就什么时候行 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幸福的一件事 梦想肯定有啊 我的梦想就开演唱会 现在不可能 我 没明白 我现在的中心真的是 比较会放在孩子身上多一点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时间很短暂 因为孩子也是在不断地完善我们的人生 给我们更多的礼物 也正因为有了所有的经历 有了孩子以后 我觉得演戏也才可能会去演得更好 就是现在在做那个小王子的一个朗阅读 就那个项目 就是做制作人嘛 就是我还是想自己踏实一些 我在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当中没有工作 但是我也有自己去上研究生 在北大上研究生 那我自己也时刻还是关注经济 自己也会没事写写东西 我想给我的孩子老公出出书啊 帮他们记录他们的故事啊 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关于比如说主持的工作 可能也会陆续开展 就是换你要送他们的礼物 我们也先送给萱萱的礼物 来 玫瑰 给萱萱玩对不对 对 你要吃到一个礼物哦 因为萱萱她很喜欢西游记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送她什么呢 所以也是要买一本就是有关于可以在北京寻宝的地方 我也希望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有爱 勇敢 也坚强地吸引 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我觉得给时间自己能够认识到 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孩子在交给我们东西 我坚强 就是说她最想说的话 如同就是她玩耍一样 不要有任何的给她阻碍啊 或者说让她压抑啊 就让她尽情发挥就好了 好